组成的微晶结核起床 然后呢 新疆域呢 就是产生在这个地方 新疆的核潜域 空龙山二经山 二经山 比如说这个中国玉器 距今确确的正能量 可以新隆外文化的玉器 距今八千年 现在有人说这个 黑龙江的基西的小蓝山的玉器 也可以到九千年 这个学术界争议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造型 通过它的造型看 它一定是比较成熟的玉器 显然不是最早的玉器 所以现在这个古语学家认为 中国最早的玉器 距今应该至少有一万年 又有人说呢 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这个贝加尔胡啊 什么有些地方 邓聪你现在认为 是已经有三万年前的玉器了 但是这个 那个材质呢 不能算玉 不能算征玉 这个上午放过这个片子 到西汉的时候呢 这个西域都胡府 甚至西域都胡府也一样 那个什么玉到了中国啊 这个大家看啊 这个大家看啊 新文文化的玉器下来就是 红山文化的玉器 红山文化距今六千年到五千年 为什么你这儿再写个五千年呢 因为红山文化这个延续时间很长 但是它这个玉器呢都是五千年 它没有高出五千年前的玉器 这是红山文化 这个东西呢 大家看 这个所谓红山文化的西龙 西 西龙 这个龙手呢 有人说是马手 有人说这个是崇拜马 这个东西呢 就像毛头鹰 把毛头鹰这个面 展开了 展成一个平面 你把它往后一合 这个地方上头是灌 这个就是尾巴 这个是前面的那个扎子 这是后面两条腿 这是一种解释 大家知道了 到安徽寒山的宁家滩文化 距今五千三百年 一种创造的一种 在若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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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东西 很神秘 已经很神秘 这个东西呢 就说 距今五千三百多年 先明 已经创造出这样的形象 这个形象 是他们 对这个千文 知识 对他们的信仰 一种创造的一种 在线 上午看到过 这个浴板 就是在这个浴壳里面 这个浴板 在这个乌龟壳里面 这个浴板 它的两个乌龟 中间加这个浴板 这个有学者认为 八角形应该读为 五四六五 八个磁形应该是太阳的光芒 在上午讲过 你看这个梁祖文化 就是 华太湖和前唐江流 与梁祖文化 梁祖文化 发现的浴器 数量 究竟有多少 有人统计说 可能要两万多件 当然这个统计 你想把 一颗一颗小竹子统计 再在类的话 是一个办法 相不同的 就是说 梁祖浴器 它这个种类可以到四十多种 就是不同形态造型的浴器 有四十多种 总数呢 有两万多件 然后这个人的形象 把它叫做足灰 或者神灰 带有神性的这个人 它的足灰 就是整个 这个很统一 不管是在江苏 江苏的北部 不管还是在这个 整个华太湖流域 和前唐江流域 发现的两组玉器 它是高度的统一 它这个就这个人 这个神灰 或者是完整的 写实的对方的形象 或者是简化的形象 但总之这个标识是统一的 可以叫他们足灰 或者叫神灰 都可以 这个石家盒文化 上午放过几个片子 大家看一下 这个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石家盒 这下来咱们看一下石帽 这最有影响的石帽 石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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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有影响的石帽 帽子 在这一方 是吗 时宝这个古城呢 就是面积有400万平方米 这是迄今为止啊 迄今为止发现 这个时段 最大的一座古城 它呈现的最大的特色呢 城墙是用石片 或者是石块 经过人工简单的加工 然后垒成的石墙 垒成的城墙 这个城墙最宽的地方有几米 好几米快 最高的地方有好几米高 石城 石礁 古域 人头古 一个个发现石破千井 可以说是神奇的古城 神奇的玉器 又有人认为 它是一座盛城 八方来朝的盛城 有人 有一个学者叫沈长庸 沈长庸呢 这是黄祭时代 当然黄祭时代啊 这个东西啊 神话 起码是传设时代啊 黄祭步足后裔的都城 它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然后就这么大 它这个有外城 有内城 有黄城台 黄城台有两万多平方米 内城外城 它这个很壮观 很壮观 这是一个面 这还是东面 这个在这个面啊 北面啊 现在这个做的工作很多了 它这个 就给人感觉像金字塔 时髦出土的玉器 包含了多种不同文化的玉器 时髦代表性的玉器呢 就应该说是 牙张 大刀 和牙臂 这是玉七 清七的七 这玉葛 还是玉七 一个面 这玉葛 最早的玉葛 然后 这些形象 是明确的石家猴文化的玉器 是石家猴文化的玉器 是石家猴文化的玉器 还有这样的玉人头 这个过去有人说是 鬼方 有人说是 伊牧国 这个人只有一个眼睛 这个一个眼睛 显然是误独 它是一个 片状的 剪影式的造型 所以它是一个 侧面 一个侧面 出现两个眼睛 就有问题 你看它脸都不同的 那样就是两个眼睛 这人这样放弃了以后 这人这样放弃了以后 就是 不是伊牧国 因为《三海经》上记载 有一个伊牧国 伊牧明 伊牧国这个人 一个眼睛 一个眼睛 显然是不能成立 然后石毛 这个牙章的起源和石毛 这个牙章的制作 还有各种不同的关系 又认为 这是陕北本土起源 这个牙章 等会儿大家看牙章 有中原龙山文化 说 有山东龙山文化 起源说 也有说 这个牙章是 来与陶寺 陶寺 至今 没有发现任何一件牙章 但是陶寺 当年做过牧牙章 这个牧牙章 这个牧牙章 保存不下来 就混叫 还有人说是 中原统治者 封佩说 这是日本的学者 林斯雷夫先生 起出来 还有认为 在你们台湾 台湾这个 中正大学 就一个 叫郭靖庸 郭靖庸 这个 这里说是 俄罗斯人的血统 那个 你的 就是说是 十佳和尔文化起源的 这个十佳和尔文化起源 这个说法 最不可靠 第七个说是 下代早期 有一个星赞尔遺址在荷兰 有一个星赞尔遺址 起源说 说法很多 莫中一世 到底是哪里起源的 可能只有那个 这个时代人 人知道 这牙张 这还不是很简形的 看这个简形牙张 图在后面 这是比较简形的 这就是比较简形的 这就是比较简形的牙张 非常简形的 十佳和尔的牙张 十佳和尔这个牙张 目前发现 最长的一句 是当年 这个德国人 萨尔莫尼 在北京 收购的 所谓来自 于林府的牙张 在德国的东方博物馆 东方科隆博物馆 收藏 收藏那件东西 53.5厘米 时代呢 就应该说是龙山晚期 到夏代早期 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 收藏的一件 49厘米长 刃布呢是一个V字形 刃布是一个V字形 这牙杖旁边因为带有齿牙 所以是叫牙杖 牙杖 这是石博最有代表性的东西 石博的牙杖根据我自己研究 结果认为呢 至少在百件上 戴英星先生当年征集28件 现在陕西考古研究院 又发现了四五件 另外呢 这个上海博物馆 60年代在北京收购了12件 北京故宫有几件 然后呢 大量的这个石博的牙杖 流逝到了海外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这个 全世界收藏石博玉器 收藏石博牙杖的 著名博物馆 最少有几十个 另外就是牙壁 什么叫牙壁呢 咱们先看这一张 这就是牙壁 牙壁 过去又有人称为 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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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书上有玄机 这个话 有人认为是玄机 他把这个童齿鱼 有些是童齿鱼和牙壁 结在一块 然后 这一段骨头上 手上这个牢骨 胳膊上这个牢骨 串了这么多的 玉环和牙壁 在一块儿串 这么多的东西 这牙壁 这大量的牙壁 这个东西呢 大部分在一个藏家手里 叫文高先生 国家文物出版社 他出了一种 石博玉器 这当时呢 就说 那个机场 大家都不重视 不重视也没人管 没人管呢 就是老百姓家里也有 这个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在这儿来收东西 收东西很快拿走 洪文高先生 了解这个事以后 他过去做过公安局的局长 他知道这个事 他很快追 追当然人家这个东西 说我掏钱买的呀 你又不代表能不能来破案 他就最后就是 下决心买 买了这个石博玉器 或者是石博文化的仪器 大根一千多件 一千多件 数量很大 这些都是 这两个不是 这一个是在鱼领一个上郡博物馆收藏 这石博文化的仪像 这是石博文化的仪像 这个人的形象 这是陶器 这是石刻 这个什么 どそ 有哪一种 牙张究竟干什麽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 发现了一个铜仁,很小的铜仁,铜仁手里挤着一个鸭杖,铜仁是跪着的,显然是用作祭祀活动。 这个石膀,黄尘台,黄尘台是用石桥把整个包起来,这上面有大量的, 你看这个龙或者蛇形象,这有一个动物形象,两个眼睛抽象,这上面有人的形象。 对,这抽象的仁像,或者是神面,你看这和商周青铜器上的纹是很接近,很接近,中间一个大臭面,或者是一个仁面,两旁有这样的形象。 有人认识这个是搬来的,是其他地方搬来的,这个石头是这么重,从哪搬,怎么搬。 有人认识这个,这个图像尖导,这尖导也未必就是搬来的证据。 古人还故意也尖导这个情况,所以是安装的错误,明显是安装的错误。 你看这红三文化,就是诗人头像,也有类似的,还有半三,半拉三目击也有这样的东西,这个进行了比较。 你看这个,它这两个胳膊在这儿。 它和这个,这个东西的胳膊,和这颗神辉的胳膊有类似的节目。 有类似的节目。 诗角,诗刻,这诗刻的数量已经上百件。 它和二里头这个绿松十九龙了,进行比较。 然后和三星堆这个长目里的胖像,进行比较。 这还有,这个人拉弓射箭,一个骂,往昂射。 就说这个牙张,数量,至少在百件以上。 因为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咱们都很年轻,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 1996年,毛泽东写了一份,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就是有人写了1966年,1966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写了一张表语。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毛主席赞成的时候搞文化大革命。 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一直到1976年,延续三十年时间。 然后揪牛鬼蛇神,斗走走资派。 很多人关进了牛痕。 这个东西后来全面附近了。 文化大革命当中,农业学大赛。 农业学大赛就是要修齐钱。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赛修齐钱。 在修齐钱呢,老百姓在修齐钱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玉。 发现玉就收,拉回去。 拉回去了,地方有一个收购站,供销社。 供销社就收,老百姓挖出了这个玉器。 然后呢,北京的玉交厂,那些工人也没啥玩话。 说实在,把这个东西拉回去,这个材料还不错。 饱饱了,回去咱们加工玉器。 卖给外国人换外费。 把多少玉器,那么珍贵的玉器当做材料。 做了其他东西。 这个数量有多少? 永远成为了历史之谜,说不清楚。 再一个就是从清代末年,一直到民国时期, 这个地方,大量的玉器流逝到了欧美国家。 当时很便宜啊,就说是渝林府嘛。 不知道有个时髦啊。 渝林府嘛,这东西来自渝林府。 有个时髦啊。 不知道怎么办呢? 不,全体来自渝 detto。 不会染。 natural chosesuge。 或者那个人逝到了还是 immun时间吗? 汉代玉器 上面已经简单接触了一下 再说一下 这个内容很多 它是有最大的特点 藏玉流行 比如说你刚才看到这些东西 玉衣呀 玉整呀 手里握玉呀 另外汉代流行之后 食玉可以长生不老 吃玉 另外一个就是 汉代的原胶玉器 和玉制容器 是汉代最大的特色 它是水平最高的东西 这个全国发现很多 但是陕西这个东西呢 是最有特色 无与伦比 就是汉代千字用玉 比如说北京玉交场 这乾隆时期 必认为是出自于 茂陵的一块 他乾隆黄金 认为这个东西呢 是千玉 给齐了大量的瓷 在上面讲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经过火烧了 这个材料不好 因为火烧以后啊 就是玉变制了 这个火这个很大 把这个玉烧坏 这个地鞋有些资料 这个另外就是 在汉宣记杜林啊 这个发现了玉器 就是农民啊 在自己责任的钱里面 就说我要挖个坑 摘苹果树 实际上木槿不是为了摘苹果树 直到那个地方呢 是汉代的 汉宣记杜林的陵园里面 但是土记呢 又是老百姓 我要摘苹果树 塞翁之翼 这个醉翁之翼 还不再久 想挖瓦当 我挖树坑呢 突然掏出了一个瓦当 瓦当带字的瓦当 或者图像好的瓦当 一个瓦当要卖几万块钱了 掏瓦当的时候 掏出了这个东西 大家看 哦 距离纪表只有七十厘米 这是一件东西 我是几个不同的面 就是真正的艺术品 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都不是生硬的 都是徐徐入生的 都复有动态 这个东西呢 这个玉胶呢 这个玉胶呢 是圆胶 而且是翘色胶 头上这个 法际的地方 和脚下 衣摆的地方 是一个不同的颜色 两件就是 连魅比肩 魅就是一副袖子 连魅比肩 并肩而立的 这个圆叫玉仁 这是 黄继把瓦的东西 黄继把瓦这个东西呢 就是 亥带公清 流行 流行 这个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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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俏秀者 妖玉仁 大家看一下上面 这个机房 这个机房 就出这个玉胶 这个机房 曾经出过一个瓦当 这个瓦当 上面有字 这个 这旁边呢 现在又 在不远的机房 建立了一个 秦砖汉瓦博物馆 秦砖汉瓦博物馆 这个 这个创事馆长 叫做任虎成 这人是做建筑业的 他在几十年前 就看到这个 陕西有大量的 秦砖汉瓦 经常 老百姓吧 那个挖出来以后 就不当回事 甚至于 把这个东西 拉回去 那个砖 垒猪圈 养猪 他就是这个东西 哎呀 这这么珍贵的东西 他就收 他收了几十年 他收这个东西呢 上万件 秦砖汉瓦 上万件 大量的瓦当 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就比如说 这个人把这东西收来了 我给你把钱给完 双方都谈好 把钱给了 接下来就说 你再能给我提供一下 如果说你这个东西 确切是啥地方出土了 我再给你一份钱 哎 这是一份钱 哎 来来来 好吧 我在啥地方挖去 我给你带主 执政了一下 他到现场都去照了个信 知道这个东西 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为今后的研究 建进了个基础 农民企业家 这很不错 他就发现了这么一个瓦当 这个带字的瓦当 这个瓦当上面这几个字啊 叫石氏朝神宫 石头里石 在这儿 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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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里石 石 石氏 朝神宫 石氏朝神宫是啥呢 是宗庙 是灵上的庙 朝神宫 宫和庙是一回事儿 宫庙 石氏 石氏 朝神宫 宫在最中间 这就为判断这个遗址性质 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证据 我在2012年文物杂志的G12期 就写了这篇膨胀 就是考证这个石氏朝神宫 我认为是灵庙 我认为出土这个玉器记者是灵庙 灵庙是 就是黄祭死了 死之前就先给把庙修 和修灵同时进行 黄祭死了以后呢 把黄祭生前用过的东西 放在庙 后代人呢 去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呢 堵物四人 我看到了这个 先被在这用过的东西 我就想起了他本人 所以这个玉仁呢 就是在这个神庙 就是灵庙 灵庙 灵庙里处理 这是我自己判断的 玉仁不同角度看 渡灵玉仁 你看这个衣服里 后半啊 这个后半呢 后半这个地方呢 都是一个尖角 都是这样的尖角 尖角 上广下下 汉代的盟线 解释是上广下下 宛若厌尾 厌尾佛 这最早是中国的 中国最早 汉代的盟线上就这样写 上广下下 宛若厌尾 你看他 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块玉 不同的颜色 就两端 上端和下端是不同的 中间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咱们过去发现的 这个陶俑身上的衣服呢 一般塑造的 不是那么显实 而且会有变化 这个对研究汉代的武当 和汉代的服饰是 极为重要的资料 这个衣镜是没有问题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是迄今为止 我们发现的 汉代玉武仁 唯一的两件 圆胶粘在一块 这是唯一的 它的价值自然很高 这个玉武仁的资料 这都不介绍 四个不同的尖角 上往下下宛如厌尾 上脚穿的是翘头粒 把玉仁这个头发呀 衣摆呀脚部呀 就是利用这个不同的颜色把它就是 恰如其中的表现 翘胶 翘色胶 这个 采用了利器圆胶的技法 还有鲁孔透胶西线英克 捕捉了这个 武女俏武士的圣殿状态 玉武仁栩栩如生 风姿卓勇 面部表情依然千镜行声兼备 一折自然起伏 线索又没有同场 这个翰多灵出土的利器圆胶 玉武仁由于形起较大 毫无异用事 不能作为配食用 它是以重艺术品的棉毛出现 重艺术品 十一米 就看观赏 只有观赏架势 有艺术架势 它没有其他实用架势 所以这个非常珍贵 这个地方 还出土 三件玉杯 这个三件玉杯 咱们这个杯子 你看是这样 它是一件 上面有四道金箍子 这个金箍 四道金箍 就是孙悟空用了金箍棒的箍子 金箍 金箍 这四道金箍 梳在这个器物里 口芽 然后到下面这个足部 这个东西呢 大家看 这个东西叫扣器 叫黄金扣器 就是把口芽 就是把口芽 用金属包起来 起码包起来就可以 称为扣器 这是另外一件 另外一件只有两道金箍 这个玉枝更白 它这个大小呢 基本上差不了多少 它这个 显然从结构看 这一件和上一件 它的形态是一样的 完整的说 应该 就是说如果当时是完整的话 这一件杯子上面 也应该有四道金 它两道什么时候失掉 这不清楚 原因 时间 我们都不清楚 大家看它这个玉枝 这就是 汉元 汉宣祭 杜陵处 宣祭时候 宣祭就是 公元前六十年的时候 正好在西域设置了 都护府 西域大量 新疆和谦白玉 和谦的这个 比较珍贵的玉器 就输入到了中原 所以才有这样白的玉器出现 这个非常珍贵的白玉器出现 这一件呢 没有扣 从造型上讲 和前两件完全一样 甚至于就是说这个大小 基本都是差不多了 12.3呀 这个口径呀 这儿 薄厚的 这一件上面 推测原来也是四道金箍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叫的 这个带有金箍这个玉器呢 是 这个容器是干什么用的 大家知道 汉旧义里面讲 是 太官上十 用黄金扣器 中公司官上十 用白银扣器 辱慈庙契 在这个庙里用的时候 也是这个规格 这个规格呢 大家知道 汉代的太官呢 和少府的曙官 是主管黄继善师的官员 中公司官呢 是负责皇后 和皇太后善师的官员 什么叫扣器呢 扣器呢 就说 扣以金银盐器 输有金箍的容器 输有金箍的容器 就是黄金扣器 就是说 当年 皇继要用这个杯子 来喝鹿和浴蟹的时候 就用黄金扣器 如果皇后要用的话 就用白银扣器 皇后用银 皇继用金 他们之间是有区分的 那个时候还做不到男女平等 这还有这个 讲这个杯子 和质之间的区别 我想不讲 这是一个学术问题 这个还是一个正在探讨的问题 大家去过一下就行了 就是结论呢 是汉宣记杜林林区发现的 金扣玉碑 过去从未发现的 这三件玉碑 还在千子玉用里 这个 这个 是当年皇继引路的 走快一点 这已经快四件了 快 快 就马上四件 这汉原级魏林 我也认为魏林出土的六件玉记 都是零两处 过去说是建筑遗址 对它的性质缺乏判断 我认为是这样 这六件玉器呢是四次发现 四个不同时间发现 这些东西呢 而且没有超出整个面积 就是十二平方米面积的范围 现在就是上午看到了 这个玉仙人蹦马 玉仙人蹦马 他这个汉代岳府寺里面有 仙人齐白鹿 二长发河的 手里拉的仙人手里拉的 所以灵芝 灵芝 灵芝是必认为 长生不老的一个仙药 玉仙子身上皮有羽毛 腿上有羽毛 就是可以飞翔的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六六年四月的时候 当地老百姓 摆住 就是用这个船子 把这个黄土 然后翻上去 用这个石船来打 这次陕西人啊 就至今在龙村 还有这种打墙的习惯 黄土的粘性比较强 有些打的墙 使用几十年它好着呢 他打这个墙 打好以后干什么呢 在墙上要盖房子 在墙上要盖房子 墙可以高到这个 高到这个三米左右 高到三米左右 高到三米左右的话 这个打这个墙呢 一定是下面大 上面小 它保持它的稳静性 你看这个旁边绑的船子 都是上面小 几下大 越到上越薄 重量越轻 几下越厚 它就比较稳固 但是这个墙打起来 打好以后呢 陕西有所谓十大怪 房子偏偏盖 实质上不光是陕西 黄土高原上都有这样的现象 它这个墙子这样 墙子这样 在这儿要盖房子 盖房子上面再打上船子呀 雨薄呀 上面再加上泥呀 加上我 它里面这个墙 你看 靠起不厚 上不薄 它就把里面这个墙要切 要切平 上下 基本切平 切平以后呢 里面这个房子 才使用起来 比较方便 外面的墙仍然是这样 里面就变成直了 它一踩子踩下去 踩下去就踩出了一只鱼鹰 就这个鱼 你说这非常神奇呀 这非常神奇 这鱼已经被打在老百姓的墙里 这个修墙的过程当中 踩出来了 这一件鱼鹰啊 重83克 这个鱼啊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太珍贵了 太珍贵的东西 鱼 上午我讲过 这个熊 这个耳朵是我掏出来的 这个熊 还太可居 非常可爱 经常说你那个熊样 就是那熊样 从哪一个角度看 都是艺术品 你说它做这个栩栩如实啊 海带这个动物就扭转去 这一扭转以后就是生动了 就把那个对称的僵硬的模式 就打破了 所以海带才是有真正的艺术品 你不管英雄富豪莫呀 先秦时期很多东西是诚实化的 正面是 两面是对折 给人感觉很森硬 这种汉代的艺术水准很高 它这个稀骇的动物啊 脚掌上都有肉件 这个肉件 这个就是比较凶猛的动物 它这个掌下都有带肉件 它在铺石的过程当中啊 有肉件的走落 就很轻 没有身影 没有身影的话 不容易被对方发现 有些小偷偷人的时候 把鞋子要脱下 就靠脚掌揍 这个是个问题 没身影的 穿上鞋有身影 这对这个 这一件玉雄的描述啊 我想不就说 不说了 这很长 还有一件辟鞋 它出土的时候呢 你看 这出土在这个 同流经井中 是这样的 当年是这样出土 出土以后呢 把它取开 两件流经扁中 一件走姿的玉碧鞋 身上头颈上面有红土 然后呢 大家看 这个非常非常的凶 高只有2.5厘米 不高 长是5.8厘米 但是 非常非常凶 很凶 很凶 你要避邪 就是要吓唬对方 吓唬一些外来的 不凶 达不到避邪的目前 不凶 你看这个动物修校 做了一个 马上要破获 这个猎物的这个 准备工作 聚精会声 马上就要翘起来 这件笔鞋 白鱼上面有红土 这颜色呈现太黄了 应该这个颜色是偏红色的 这是白鱼无瑕 这件上面任何瑕疵都没有 这一件很重 重了150克 栩栩如是 头已经是要偏一下 不可能是直直立 脖子很硬 他这个脖子很硬 他这个脖子很硬 偏一下 这非常精彩 这是中国古代玉器里面 买法任何时代 任何时代的玉器 都不能比 这汉代玉器 圆胶一刷 达到了登峰造星的几步 你感觉他这个生命里的张力 表现得非常充足 这一件玉仁头 这是不同一个角度 照着像 他这个头 要高8.5厘米 高8.5厘米 原来这一件玉仁 脖子几下是断残 他究竟是一个完整的玉仁呢 还是有其他材料作为生起 他把头插在里面 这不可知 应该讲 如果王头有8.5厘米的话 他整个人头和黄金分割率比起来 这一算 这一算就很高了 就非常高了 那样的材料 可能来源是一个问题 大致可能是头 连接一部分脖子 但是这个几下是个断残 断叫 所以就不知道了 这个玉仁人崩满 这有好多说法 有好多描述 这个描述 你看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 都非常非常的生动 最好的 央持白玉 这个马这个头啊 精气神十足 感觉马这个非常有力量 但是又不是完全写石 他看待这个东西 就是把写实和写意 进行有极的结合 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你看他是 写实力 他又是写实力 你看他是写实力 但是他有些细节又是写实力 看这个仙人 这个仙人 耳朵高出了头颈 耳朵很长 仙人为什么耳朵要长 形容那些人 有特异功能的就是 千里眼顺风耳 耳朵很长 就把很多技法 你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反正都能听到 有特异功能 所以就夸大仙人这个特征 实战不存在仙人 是人的塑造出来的东西 没有仙人 没有仙人 马 脚踏底下的脚踏板 脚踏板下面刻着 这个翻弓的云文女 岳父长歌行里面讲的仙人 旗白鹿 耳短 白耳发和长 发短耳和长 头发短耳朵为什么长 这是汉人描述的 有骑白鹿的 汉带有骑辟邪的 还有骑龙的 这是骑的牵马 为什么是牵马 这个马身上长刺吧 马脚踩下踩雲 牵马行空 独往独来 汉武纪呢就是希望他 要变成一个仙人 骑着牵马 生牵 成仙 所以这个 这些东西的制作年代 很可能是汉武纪时期 但是我们发现在 汉元纪的 宁妙遗址中 古人这些东西传 他当年可能做的 欲仙仁齐牵马 不止一剑两剑 可能做的多 有些都谈到后世 这个马呢 还表现出了性征 它是熊马 公马 它有性征的表现 汉代的马阵的核心呢 就是要取得西域的优良马种 那个汉代的时候呢 中原这个马是蒙古马种 蒙古马种啊 是 碗马 和蹭马 碗蹭坚勇鞋 它这个马呢 不好的一面 就是棋子太小 棋子太小呢 在沙利上奔跑的时候 容易把这个马棋子磨坏 太太人要和巡逐打仗 就想取得西域的优良马种 取得西域的优良马种的目击呢 就是改良和中原的马种 进行杂交 然后改良中原的马种 然后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 然后来战胜周边 特别是匈奴 汉武军认为 这个千马是汉代最高神 就是太义神所赐 他是与龙配合而生的 所以叫千马来 龙子梅 由昌赫 关玉台 骑上千马就如同成龙一样 进入千龙 成为永生的神仙 这是汉武军的想法 魏灵出土的这件 遇仙人城的千马 不但有商议可以飞翔 而且脚底下踩的脚踏板 就是千上翻拱的勇气 也就是千马歌当中讲的 舍服用的写照 与人手里赤的 长生不老的灵芝 成千马 欲生千成仙的主旗 与汉武军这个人 终生追求长生不老 追求千马 羡慕神仙 欲成千马 而成千生仙的幻想 几乎完全无其合 因此将其制作为 将其制作 禁为汉武军时期 恐怕不会错 结语 就是我们上面看了 十一件玉器 只有一件 北京故宫藏的 那个所谓 乾隆皇帝认为是千马 实际上是辟邪 他的材质不好 是因为经过火烧了 是他的材质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另外呢就三件 带巫带巾 和不带巾巫的 圆角语器 这个实用这个啥 就是容器 和后面这八件 加起来 一共加起来 也包括北京故宫里面 一共是八件 圆角作品 都是观赏域 是志在皇纪的曲级 或者卧具上的承设器 是签字观赏域 是真正的艺术品 透过这些风气呢 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西汉千子孕育 使用了当时能够采集到的 新疆河潜季 河潜季区 最上层的育材 就是杨子白育 表面带有宏谱 所谓的 这个坊间成的撒精疲的白育 有鱼鹰鱼 有鱼鹰鱼鹏 走子鱼辟邪 东子鱼辟邪 有优质的清白鱼 杜陵的三件高足鱼杯 有优质的清鱼 就是鱼无人 所以西汉有大量输入 空龙山鱼器这个基础上 东汉的文学家 才能够有桥见 总结出来对鱼器的一个评价 他认为 鱼就是红色的赤乳籍贯 黄色的黄乳蒸素 蒸粒 蒸粒 白乳结防 黑乳成漆 为止玉浮 说明在汉武纪以来 有较多的新疆河潜玉 输入中原的基础上 东汉才能对这些玉 玉符 玉符就是所谓玉质和玉色 进行深入的研究 和明确的分位 签子用玉 都是当时工匠 运用的大事 实际的工匠 胶着的 是当时用最先进的 卓玉工具和技术 制作的最为精美的玉器 这是 它都是精益求精灵的 工艺是一种很高的 八件圆胶观赏玉器 首次以虫艺术品的面貌出现 它们在造型上摆脱了先进玉器 城市化的翻译 在构图上打破了由僵硬的 正面对称的模式 成功地运用了动态平衡的规律 这些圆胶作品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 渐渐都是气派熏红 栩栩如生 写实性特别强的绝佳艺术品 西汉签子孕育当中 由于观赏玉器的文化内海极为丰富 玉仙仁其签马寄托 或者用含着汉武记追求签马 羡慕神仙 玉成签马而生签成仙的幻想 鹰属于非群众的猛禽 是力量的象征 熊也是力量的象征 又是祥瑞的象征 制作两件鱼鹰和鱼群 就是象征力量和祥瑞 两件圆胶玉壁鞋为狮虎形代翼造型 极有可能是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给狮子和老虎擦伤 以增强其威力 使其变为神兽 以达到辟除邪恶与不祥的意愿 汉代千子孕育是启现既往至高无上的等级 是既往意志和信仰来支审美的集中反应 汉代既往灵虽然没有发觉 在我们管中窥豹 我们透过G00原发现的预计 仍然可以大致规见 汉代千子孕育的基本风貌和主要特征 咱们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最后看看事物咱们再讨论一下 就行 鼻子和小盐 一边 海盐 净 全部 我